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drapping不但代表立体剪裁 它也表示立体剪裁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那么立体剪裁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五个最主要的步骤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逐一讲述这个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背部 英文称之为preparation of muslim muslim就是步的意思 是这个字 muslim 中文的意思是胚步的意思 立体剪最基本的要求是所做出的造型 要垂直水平 版型要正 因此要求所用布的杀像 撕裏也必须是横平竖直的 但棉胚布本身的杀像多少都是不正的 有倾斜 因此需要矫正 背部应先根据所要立财款式的大小 剪下来或者撕下来相应大小的布块 然后用拉拽整趟的方法把布的丝里杀像找正 有的布呢 它的布丝是这样斜的 那么如果它是这样斜的话 那么你要向相反的斜向 斜的方向 向相反的角度呢 来把它拽正了 然后呢 再经过整趟定型 这块布呢 就是把经尾纱像 经纱和尾纱变成45度角 然后在这块布上呢 再划出呢 立财 根据立财的规则呢 划出它的辅助线 至此呢 背部的过程就完成了 你可以用立财呢 产生一个款式的圆形板 然后呢 推版成各类成一的号型投入生产 那么呢 你也可以用立财产生一个圆形一 这个圆形板和圆形一还是不一样 所谓的这个圆形板是你设计的款式的出版 那么圆形一呢 指的是与人体完全符合的紧身一 圆形一是一切版型的基础版 产生这个基础版以后呢 然后用平面的方法把圆形一演绎 变化成多种其他款式 立财出来的圆形基础版 是所有质版的电机 那么期待的节奏 我现在要完成的这个圆形 提醒了 那么一样 看起来 看起来